3、2、1 林郑月娥表示 香港东铁线过海段通车急剧意义 标志着维港都会区与北部都会区相连 让香港南北两个都会区并驾齐驱 促进港生两地进一步融合发展 东铁线过海段正式投入服务 标志着超过100年历史的东铁线将跨越维港 成为香港第四条过海的铁路 长远来说 东铁线的策略定位更加重要 它会将以国际金融中心为标志的维港都会区 同我们建议建设国际创新中心的北部都会区 紧密地连接起来 达至香港南北两个都会区 并驾齐驱 互相辉映这个愿景 促进港深两地进一步的融合发展 据悉 香港特区政府发布的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显示 将在香港北部建300平方公里都会区 并拟建多条跨境轨道铁路 以加强香港与深圳两地的互联互通 目前已成立 推动港生跨界轨道基础设施建设专班 共同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 香港铁路由县公司主席欧阳博全表示 香港东铁线过海断通车 建政百年铁路跨越维多利亚港 打开香港铁路时新里程 东铁线过海断和其他铁路项目 是香港策略性铁路发展的规划 我深信随着明天的通车 我们大家都会感受到 这个项目带来的悲逆 希望随着东铁线过海断带来的方便 可以带动当区和香港的经济发展 据悉 香港东铁线过海断将于5月15日正式开通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安排东铁线过海首日特别班列车 定于清晨5时25分在会展站开出 届时会通过社交媒体线上直播 让市民一同见证百年铁路 东铁线列车驶过海的历史性一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